英国王室的哈里王子于梅根离开王室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让人不禁的联想起八十年前 同样为了爱情退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巴士 这两对夫妻之间啊有着不少的共同之处 爱德华巴士也算是哈里的最好的前车之间了 虽然爱德华巴士在离开王室之前是国王 而哈里只是一个王子 但是两人的行径都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 对英国王室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呢两人都爱上了美国的离异女性 而且也因此与兄弟闹翻了 1936年爱德华巴士登基成为国王 不到一年便仓促退位 在担任国王期间爱德华表示 希望与来自美国的辛普森夫人共结联礼 然而因为辛普森夫人离过婚 也不是英国人 所以遭到了英国人民以及教会的强烈反对 经过爱德华巴士的强烈争执 英国政府退让了一步 表示与辛普森结婚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他不能获得王后的头衔 而且两人的孩子呢也不能继承王室头衔 对此爱德华巴士非常不满 在没有与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 公然的宣布退位 退位后的爱德华巴士的处境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悲惨了 他与辛普森夫人在法国乡村 默默的举行了婚礼 没有一个王室成员出席参加 自然也没有获得家人的祝福 爱德华被剥夺了君主的头衔 降级为约克公爵 并被下令在没有得到新的君主 也就是英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的允许下 不可以返回英国 以防引发混乱 为了让爱德华遵守规定 英国王室呢 甚至威胁停止他的王室监贴 让他走投无路 虽然说啊 爱德华是自愿放弃王位的 但是呢 从后续的事情上看 更像是被王室逐了出门 在退位的六年后 爱德华才第一次回到了英国 面对文宣赶来的英国记者 爱德华表示 他现在没有工作 但是呢 非常想要在英国找到一份工作 从爱德华的语气中 可以看出 他对重新投入工作 证明自身价值的殷切与渴望 然而 这是不可能的 他和辛普森呢 只能一直生活在法国 就像是被囚禁的废人 直到死去 辛普森夫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里面提到了 我的丈夫一直被惩罚着 还就像是一个 因为小小的罪过 每天都被打屁股的小男孩 是的 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虽然爱德华以前贵为国王 但是一旦退位 放弃了王位 那么他就是无名之辈了 现在在王室的人看来 君主体制呢 才是最重要的 在君主统治面前 兄弟之情 亲人亲情 都无法相提并论 80年后的今天 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呢 便是英国王室 显然接纳了 同为美国人的 离过婚的梅根 然而还举行了皇家婚礼 这大概呢 也是英国王室 进入现代化社会的 一个重要标志吧 然而有些事情变化了 有些事情呢 还是溃然不动 虽然王室较80年前 已经进步不少 但是参照 爱德华巴士的下场来看 哈利和梅根的处境 或许也好不到哪里去 毕竟离开了王室 就不再是君主 统治体系中的一份子了 虽然王室声明 哈利与梅根 才是大家庭的一员 但是这句话呢 也不过是流于表面 哈利与梅根 不能再使用王室头衔 不能再代表女王出席活动 哈利也失去了军队的职务 俩人只能靠自己赚钱生活 又何谈是一份子呢 他们只会在英国王室 看说是扰乱体系稳定的人 巴不得他们赶紧离开 尽管闭嘴 让这件风波 早早的过去最好了 再举一个例子 就像前段时间 被卷入性丑闻的安德鲁王子 虽然他是英女王最宠爱的儿子 但是因为丑闻掀起了 巨大的舆论风波 所以也不得不辞去 王室职务 以平息民愤 目前来看 哈利与梅根离开王室后 前景一片大好 终于能够进行商业活动赚钱 也终于可以躲开英国媒体的监视 过上平静的生活 但是如果比赞爱德华巴士的下场 哈利与梅根 未来的路 着实令人堪忧 或许到了无法回头的时候 然而才能意识到 自己做出了多么任性的一个决定 接下来看 哈利与梅根利用大纳卖惨片钱 加拿大人民不这么想 距离梅根哈利 身不脱离英国王室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远 他们最近还好吗 根据声明啊 梅根哈利放弃了王室头衔 实现了经济独立 消息一出 就有英国媒体为小两口发愁 没有政府补贴 鉴于僵持的家庭关系 也没法跟爸爸奶奶要钱 日子要怎么过呀 显然过分操心了 哈利梅根照顾自己的能力 很英和 先来说说生活 官宣退群前的圣诞节 一家三口在加拿大欢度 他们居住的北萨尼奇 一夜暴红 这是个宜居的小镇 有山有水 绝对算是一方净土 与此同时呢 这里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原始化 花田 农谱 随处可见 很多的地方呢 仅限行人和飞机动车通行 显然 梅根哈利很适应这个全新的家 遛狗遛丸的照片呢 很快流出 有游客还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了 梅根哈利主动帮忙拍照的故事 选择加拿大并不意外 一方面呢 梅根曾在这里居住 其次 宜人环境对小王子的成长很有帮助 至于选择北萨尼奇 因为这里幽静的环境 可以大大的降低狗仔出现的可能 这里的房产价格很良心 面朝大海的顶级设计师别墅 不到200万美元就能入手 对刚刚自立门户的哈利梅根 是不二之选 也有些特殊原因 北萨尼奇的幽静原始 吸引了很多明星居民 比如 QS和死侍夫妻就是乘客 他们与梅根的关系也走得很近 对于梅根的到来 加拿大人也有不满 早前 总理特鲁多曾表示 愿意负担梅根哈利一半的安保费用 引起了纳税人不满 8万人联合反对 至于多数人 还是欢迎这个明星家庭的到来 那有记者表示 想去哈利梅根的住宅时 遭到了出租司机的无情拒绝 除了民间 官方也行动起来 最贴心的当属加拿大的广播公司了 在发布的礼仪指南中 不仅提到了 禁止触摸王室成员 还提醒民众 像对待猫一样对待他们 言外之意是 等着他们来找你 很多人猜测 梅根哈利班去加拿大 因为英国媒体的处处刁难 各种双标 同样吃牛油果 凯特是健康生活 梅根就成了自然杀手 惹不起 躲得起 总可以了吧 答案是 不可以 前几天呢 女王最喜欢的外孙 Peter Phillip宣布离婚 于是呢 有媒体揣测 她的妻子Octon 之所以选择放手 回到故乡加拿大 就是因为啊 梅根哈利退群的间接怂恿 不止于此 王室评论员 嗯 杰梅因格里尔 在电视节目中表示 梅根对哈利的爱是假的 只是假借享受富贵生活 还大胆地预测 这场婚姻 会以灾难结局收场 她还特别炮轰那场 世纪婚礼 向明星聚会 有人赞同 有人大翻白眼 拜托 人家之前就是明星好吗 这些啊 只是日常操作 真的麻烦 因为一场演讲 前不久呢 梅根哈利出席 由摩根大通举办的峰会 半小时演讲 外加私人晚宴 有媒体预测 至少入账 77.5万英镑 这还不是导火索 为了迎合 为后代创造 更美好的世界的主题 哈利在演讲中 谈到童年丧母之痛 以及自己的戴安娜 去世后 如何克服心理创伤 结果 英国媒体瞬间 炮轰哈利 利用达安娜的死脸财 名嘴 皮尔西摩根 很不客气 直指哈利 在谈到母亲时 除了童年阴影 其他全无 当然 这位 大炮 向来祸从口出 前段呢 他吐槽 给中国牛奶代言的 王室成员 也就是上文提到的 刚刚离婚的 Peter Phillips 还因为搞怪模仿中文 被抨击 有歧视嫌疑 不过这一次呢 很多人站在他这边 去年10月 那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里 哈利也提到 戴安娜 离世带来的阴影 仍旧笼罩着 他的生活 被当作 噱头的心理阴影 的确影响着哈利 当乖巧的他 成为了叛逆的男孩 对媒体充满恶意时 团宠 变成了问题少年 没人真的 关心哈利 只是一直等待他 制造出格行为 贡献八卦封面 在威廉的鼓励下 哈利接受了心理治疗 成为军人 丈夫和父亲 这之后呢 他一直专心的 心理问题健康的 慈善工作 还和奥普拉合作 参与苹果推出的 一档关注 心理健康的节目 直面自己的恐惧 是哈利的灵药 和最勇敢的成长 至于梅根 也不轻松 前段时间呢 有消息称 梅根已经开始 为回归好莱坞 做准备 月初还在 社交网络公布消息 表示正在 与梅根接洽 虽然王氏出面否认 不过作为签下 笔博和卡莱山的 行业巨头 还是引起了一波遐想 类似工作邀约 还有很多 和迪士尼签下的 配音工作 与多家奢侈品牌接洽 还有Netflix的 合作意向 难怪啊 梅根的经纪人 曾经表示 还如今的商业价值 高达数亿美元 这很容易联想到 利用王氏审问赚钱 有理有据 可是人在王氏 被吐藏花 那是人的钱 独自立门户 又被吐藏花式席金 问题来了 梅根哈利 到底怎么做 才能 不会挨骂呢 人们一边消费着 哈利梅根的隐私 一边吐藏 追他们的选择 我们有太多八卦 谈资可以选择 可他们在公众 审视下的生活 没有备损方案 唯有接受 清晰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这对夫妻 哪怕只是为了可爱的小王子